大家好,歡迎來到《烈食天堂時間》 今天來是一間在葵廣的炸雞店 叫做《燉雞》 這是一間良心小店 不過這段影片才聲明 因為我覺得免得一間拍幾個地方 當幾集拍幾次 其實都沒有關係 不過反正這集我就是想和另一間 這段影片除了提及《燉雞》 這段影片除了提及《燉雞》 也會提及一點《燉雞》 雖然我不是在吃它的食物 因為兩間我都吃過很多次 這次我吃了什麼呢? 看到右手邊這盤是炸雞 這是一個炸雞件 應該叫做港式炸雞 反正不是韓式那一隻 這個炸雞件是六件 沒有骨的 這裏是四十元六件 左邊那個呢? 用紙袋裝著 就是炸雞皮 不過是冷的 不是新鮮炸的 所以我先吃了一個新鮮炸雞 然後放它再熱辣辣的 那我先吃一下 不過之前再說多一點點 這個《燉雞》的特別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在於 《燉雞》這個字 這個概念就等同於某技的《燉雞》的薯條 或者加點粉 然後再吃 那你見到呢? 哎呀,我拔開這兩次 我還沒抽 聽到聲音都算脆 那我先看看 這個 這個 洞 小喇叭 那個洞呢? 不知道還有多少個洞 應該... 不知道洞在哪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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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裏 這個洞在這裏 你未必看到洞 這個洞 大概差不多這個位 大概差不多這個位 有個很小的洞 因為它是用這個蓋蓋蓋 蓋住 然後再蓋住這個杯 然後放粉 蓋蓋 然後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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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蓋蓋 然後蓋蓋 然後蓋蓋 那我來的時候 我在搬運途中 其實已經是把這個... 我已經是沒有蓋蓋 我只是蓋蓋蓋蓋 之後一蓋蓋蓋 因為蓋蓋蓋 就盡量不要讓它們的水汽積墜 那我看看這個東西 脆不脆 那這個雞件就這樣 鎖完就這樣 這個色相看下去 這個屏幕很浪浪 看不出什麼 你自己吃的時候就發現 它黏滿了粉 鎖完之後已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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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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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鯖完 雞皮位 炸粉就不重 看到咬開也不完全是乾 還是有一點水分 有點軟 入口的雞不會塗 滑嫩 有雞味 沒有雪味 咬到雞皮位就覺得很脆 雞油的香氣爆出來 香味就很好吃 炸粉不算重 你會覺得是在吃夠雞 不是在吃炸粉 因為我加了幾個粉 加了香辣粉 紫菜粉 和鼻風糖粉 有一點辣 和蒜香味 和鹹味 紫菜粉和蒜香的粉 傾向鹹味 和鹹味 和鹹味 紫菜粉和蒜香的粉 本身雞是有醃過的 是有味的 先說一隻雞 對於我來 先說了粉 粉有幾隻 剛才說了三隻 有些我不吃的 例如芝士粉 這是葵果 有隻奶油粉 但奶油粉好像葵果沒有 旺中才有 即是魯表搓雞才有 即是多些粉 還有孜然粉 還有麻辣粉 麻辣和香辣不同 麻辣粉有花椒味 孜然粉是孜然 吃香味 還有一個芫荽粉 我還未能吃過 因為在旺中的豆 長期是刺激的 應該大概是這七隻 這七隻 可能是五隻 大概分兩類 一種是比較苦 一種是比較鹹的 一種是比較鹹的 芝士那些 算不算鹹的 但芝士用卡夫芝士粉 不想吃 喜歡吃的可以吃 然後 香辣粉 孜然粉和麻辣粉 是傾向苦味的 所以你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 放太多 它不一定會搓得很 不一定會搓得很均勻 黏附在雞上 黏附太多 就會很難苦 會很激 很激 因為避風糖 跟紫菜粉 相對是相對的 因為紫菜粉 跟某雞都相對 不能相對 某雞做得好吃 因為它有些粉 都比較粗 沒有別人的粉 那麼細 那麼細 所以 經驗方面 就會差了一點 這是一個缺點 我自己覺得是吃雞 就是吃雞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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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骨 沒有肉 沒有肉 然後 表面炸得脆 尤其是雞皮 你會聽到 是插插聲的 即使現在放了一陣 然後炸粉不多 然後咬下去 雞的雞 不搓 雞腿 還會有少許汁 然後 本身有味 吃雞有雞味 這不是廢話 即使自己在吃雞 同時沒有蒜味 我覺得這堆點是做得好 但如果我個人來說 我自己吃開 因為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我才加粉 如果平時我自己吃 我發現 不加粉 是會更好吃的 為甚麼 因為 你加粉 的話 你拿個蓋子 蓋子 蓋子 其實水氣已經凝聚了 一個杯 即是雞 剛炸起 熱的時候 水氣 散不走 這樣 影響了它脆 而且粉 蓋子 本身是粉 會阻擋雞 雞的水分 散出來 有些水 蓋子 而且粉 也會吸收空 水 水 也會放到雞 所以 舊的東西 特別快 沒有那麼軟 和香 香口 有水氣 沒有那麼脆 然後 然後 還有 我覺得 因為雞本身醃得很夠味 對我來說 我吃得比較淡 口味 我覺得雞的鹹味 對我來說已經很夠醃 所以我覺得不加粉 做好吃 我自己個人見解 但人家的賣點是拿粉 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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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混合粉 用粉 用粉 可以混合粉 但你懂得放粉 當然 我不要浪費 雞的地方 尤其是食圍廣 空油 做得不錯 你不會覺得油 很油 因為它炸粉不濃 所以雞皮 油炸的食物 一定能出現 所以你不會覺得 整塊肉很油 我覺得整塊肉很油 整塊肉很好吃 這塊肉 粉粗 是很大 但如果當作普通炸雞 我覺得四十元 六件雞 一件雞 已經這麼大 你自己想想 我自己覺得 性價比是油 在這裡 是值得吃的 我覺得 真的 露表炸雞 或者露表炸雞 的最大賣點 即是品質的 食物 即是食物 有產品 更脆 還有香味 蒜香紫菜味 和辣味 都可以吃到 雞 雞 不搽 不搽 是滑 不會炸到過火 你先看到 有點反光 有水 有汁 不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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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某些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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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爽 和味道 很爽 和味道 和香煉 味道 有香煉 滿足感 有香煉 但不適合 是可以 有香煉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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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business 疑 就會說明 她説妳 用兩 mee 剛 hanger 是 adding 香辣 紫菜和鼻蜂桶 我先描述一下 我都可以吃 儘管表演一下 黏辣粉黏得很小 是特別的 怎麼說呢? 我想覺得它不是新鮮炸出來的雞皮 沒有那麼好吃 冷了有少許腥味 好吃的,你不要說 如果我給它遲什麼 你去市場買一包一包炸魚皮的 似乎在吃那些 這個真的是沈粉 因為它的雞皮沒有味道 如果是新鮮炸出來的熱吃 會好吃 這個對我來說很脆 沒有什麼雞肉的香味 不過它冷的好處是 你可以用一包一包雜魚皮 買回去 看球的 你不怕它軟的 因為它冷的 就是這樣 我一放了粉朗果出來 那些東西 沒有黏粉 那些 沒有黏粉 我都不算好吃 對我雞典來說 不是那回事 那些東西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對於冷的雞皮 真的有一點反感 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可能你喜歡吃零雞 但沒有雞油的香味 變得像吃魚皮 就像吃薯片一樣 我覺得沒什麼感覺 又是一件很酷的 我還是想吃一件很長的 這次我猜到那些東西 這個魚皮 不是很酷的 這個魚皮 也不太酷 如果是很酷 這次我猜到這次的魚皮 都很酷 這次我猜到這次 很酷 我猜到這次我猜到這次 現在用了這個盆子,就用了 40 元 老闆說因為露曉塑雞是用這個盆子 所以他用這個盆子,我們一起跟著加價 他又說覺得用盆子是好一點的 但我問我的問題是,因為吃這麼多次 為什麼我會說我不去放粉去吃這個食物 而一來就蓋都不太多,就拿走 就這樣吃 因為這個是雞 你搓的時候,會連炸粉也搓出來 它的炸粉黏在雞上 但你的炸粉是有機會在搓的過程中搓出來 沒有了那種香和脆的感覺,會失去分 如果你舊天沒有搓,就這樣搓的時候 如果炸粉沒有搓,就好 不過很多人吃炸雞,應該是無法理解 至於你說,老表炸雞和炸雞有沒有分別 如果在就這樣吃,其實不太分別 不過有些東西是有的 例如我先說一下,兩邊是相差一點 不同粉 口味不同 我吃過雞翼好像有點不同 旺祖的雞翼好像沒有落炸的粉 像某技那種香烤雞的那種 炸雞翼 如果我來葵鴻吃過,它的雞翼好像加炸粉 有一點炸粉 像某技的香脆雞翼 不,脆香雞的那種 不過兩個都很好吃 因為它的雞翼是越過的 是有味的 連不加粉都很好吃 我口味很淡,我不吃那麼濃 而且有些小吃,不過小吃我沒有試過 我不能知道,我都不吃 因為我覺得要吃就吃最厲害最厲害 最厲害的東西 雞軟骨其實都可以吃一下 它的店舖除了雞翼 雞店 雞軟骨也是主打 當然有雞翼吃 這些是自己行人 雞軟骨因為沒有炸 沒什麼特別 比方間雞軟骨 可能 所謂肥股或肉位 沒有那麼多骨 都可以吃就有吃 都可以 但不值得特別推介 最值得特別推介 就是雞軟骨 沒有骨 好吃 雞皮我自己不推薦 只是我自己不推薦 不過它不是難吃的 我覺得純粹是一件事 令我覺得我不喜歡 它的印象不好 說一下 但兩間食樓 旺中座雞和葵廣 我自己覺得 是旺中老表鎖雞和葵廣 鎖雞相比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鎖雞先行 老表鎖雞跟著它開 因為老表鎖雞是 拿著鎖雞的東西 開一個多 所以 一定是差一點 但是差一點 你未必會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是 在 火喉 雞的火喉 接著它的空油程度 還有炸粉很薄 大約這三個位置 是有少許分別的 你會覺得葵廣是比較好吃的 它比較脆 炸粉做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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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太厚油會太薄 因為油油沒有那麼多 會控油會控好一點 少一點油 雞的火喉 比較好吃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不必要因為這個差別 特地走去和葵廣吃 如果你既然是近旺中的話 旺中吃都很夠 因為它的雞 旺中吃過已經很難好吃 這個細味的差別 其實你平時吃不太好吃 即是你很難仔細 很難背後才吃得出來 雖然是良心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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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讚的都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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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的內容 是這麼多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都歡迎 都歡迎留言 或者有什麼好吃的炸雞婆 都歡迎 如果想介紹的都歡迎 哪一方留言 今集的內容是這麼多 我繼續吃我的雞 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